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起来学习关于编剧和混音方面的小技巧 我们继续Anterious的这个效果器套装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解 今天我们讲到他们里面的这个DUO这个插件 它其实就是一个算作就是做合唱的那种感觉 做合唱的感觉 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它的逻辑就是说你看这边是我们原始型号 原始型号它放在一个比如说左或者右 然后它给你复制一轨出来 复制一轨出来它给你放到右耳 同时做一些声像或者时间方面的一些稍稍的一些调整 做一些延时或者一些提前 反正不能跟你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在听嘴当中就好像有两个人在一起唱歌一样 左右放着 然后其他的你就会选择什么蓝高音蓝低音这些 你是到底是哪一个你唱的歌属于哪个音高范围 这个就是比如说这是女高音 这是中音 这个我们现在举例的歌曲应该是按作高音 我们可以去重新调一下 给大家先对比一下原生是这样子的 几千几万个你几千几万个我 一起躲进这浪漫的回合 然后纯迷 好我们关掉 来启动这个小火器 来停一下 也就是你现在听到的左耳的声音是原始的声音 右耳的声音其实也是原始声音 只不过它复制了一下 放到右耳然后做一些时间上的错位 然后你可以细节的调整一下这个声音的这个感觉 不要调太大太大就有机器人的声音出来了 我们关掉 对吧 只有中间这个 然后我们打开 这个是很简单 我们下次就是不需要人工的去复制一回了 就这样子 好这一期呢 就和大家介绍一个这个消息 好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